大家好,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级女孩 女性朋友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在这里呢,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点开视频的朋友,你们能否给我一个鼓励的加油呢? 我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级家庭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长级人 这个呢,就是我59岁的妈妈 我的父亲呢,已经七四五年多了 在我父母的口中呢,得知我在七八岁的时候 我的双脚呢,就变形和妈妈 相似的情况 变形之后,我的双脚呢,就行走困难 那个时候,小朋友,同学们的嘲笑 辱骂了,也让我无法面对只有落落的哭泣 直到我到十多岁上初中的时候 我身体的重量呢,我变形的双脚已经支撑不了我走路了 那个时候,站起来走两三步了,都非常困难了 后来的我呢,是借助自行车 跟着自行车的车轮行走的 我的双手双脚都是变形的 我是骑不了自行车 那个时候,球鞋欲望呢,也非常的强 你们呢,也无法想象到我们的生活 手脚都不好 我读书那么些年,从来没有去过学校的厕所 很多时候,自己憋不住了,也会撂裤子 别人的嫌弃,嘲笑,也一直在我的印象中 从自卑到坚强,从懦弱到勇敢 我们却从未放弃